近日,科比妻子瓦妮莎和女儿纳塔利亚合体出席 比昂斯文艺复兴全球首映式 科比的一双瓦妮莎在科比和二女儿出世后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身材发福状态 而现在瓦妮莎瘦下去了 科比的大女儿纳塔利之前也是又高又壮的身材 所以一开始当模特的时候 网友们也是比较质疑 在这场首映里红毯上 瓦妮莎选择了一身抹胸蓝裙亮相 可以看到瓦妮莎的锁骨非常明显 瘦出了一字锁骨了 而现在瘦下来之后 这份曲线感就更加明显了 如今科比的大女儿纳塔利也是能够独挡一面了 之前刚刚出道的时候 瓦妮莎经常陪着出席活动 如今纳塔利去走梯台 登上时尚杂志方面 彻底开启了模特事业 科比的大女儿遗传了爸爸的高个子 比妈妈更有身高优势 纳塔利这次也是大兵样 换了波波头造型 纳塔利这次的造型也是性感舞媚风格 果身黑群